HELLO 大家好,我是白鳳學 相信上一集你會看到白鳳學換音檔 在那吼吼吼吼之後 排氣讓它就是突然變比較快 比較快的時候高轉速之下 它混合的筆會跑掉 大部分就是化學器要重新再調教配過 但是我們就是這個部分 有的時候油路不順 這個地方你也是要換 開始 這一顆 裝在哪裡呢 簡單跟你說 在這個地方嗎 這個地方嗎 還是 什麼地方呢 我跟你說 在裡面 這一顆非常難換 開始 這個撬掉 4號的123意思類推 瞬間 好 之後 轉起來 瞬間 螺絲取下 把它排好1234 全部都是一樣長的 但是這個 後面這個部分 它是有分 它這個比較高 這個比較高斜面 這個是後面 然後前面這個蓋子 你看弧度 兩個是不一樣的 這個我們要把它記錄起來 拆這個地方不好拆 再來馬桶拉掉 馬桶拉掉 瞬間馬桶拉起來 我會記 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 欸 不會這樣 往後拉 我記得這個 有一個斜斜的 哇 這不太細細 不太好 沒有 也不曉得 捏 盤斷 盤斷 這裏 裏裏裏裏的底部 走 走 走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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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爛掉了 我那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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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這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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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決定了,有心要翻修了 把它清洗一下,因為這個 這個管子我還要再去買 那種油桿,那種也不一樣 好,說這個 因為這就是你如果在加油,它都會滴下來,它都會滴下來 好,慢慢讓它搖吧 這個要洗非常多次 不是啦,我現在在想說 現在這條油桿,不知道後來,還有想要去改吧 這個可能要去改 要不然它這樣 這個起來的時候,它這進行的材質是不錯的,後來還要換 哇,又比較散的油桿 藍油管,然後這個繞過來,原本是繞過來這樣子 中間結端 我看這條鐵也有可能 好,然後這個 就 慢慢的把它洗乾淨吧 它洗的過程 也是一樣 稍微分享給大家 誒,還好,北公開拍攝 這鏡像要用到我噴槍耶 還是沒關係,我們就 慢慢的療癒啦 好,這個至少我的經驗要洗三次 這有關的嗎 這一根,把它拆掉 抖起來 好 我看喔 這油湯 如果是要沉沉的,油湯也洗起來好了 沒關係啦,這個先稍微洗乾淨 這個我覺得這個油桶 可能要整個拔起來 然後裡面如果有鐵線或什麼,順便洗一下好了 沒關係,如果要換就把它洗乾淨 只是說 我們現在先把它洗 洗好不要怕人 好,先大概這樣 這部很高的噴槍 誒誒誒,最後有 要用比較硬的刷子下去刷 我在看馬仔 這個用高壓水柱來洗,我好像是洗不起來 要這樣徒勞無功 高壓水柱在噴這個要很注意 失敗 不行啦 這個 稍微洗一下好了 明天要整個刷起來 這沒刷起來沒辦法 所以有時候 計畫趕不上變化 你看 這個要洗到洗到下 我實在很不想要偷這個 重點洗洗就好了 贊同重點洗洗,刷洗洗 好,趕快 還要蓋得更久 好,瞬間啟動壓刷 好,瞬間啟動壓刷 對呀,壓刷就好了 我們就後來就順便把它洗乾淨好了 可能扮大條 對呀 因為你拆起來的時候這個 你沒事你把它拉開的時候 你沒有油緩可以換的話 你這個部分它會變很容易漏油 洗這個太久了 我們就 直接跳進吧 瞬間 我們有配合同步直播大概洗的 一個小時 後來決定就這樣了 這個不拆軟 因為你如果聽起來的時候 這扇 再過大條很麻煩 就大概 不要太過嘛 DIY 眼不見我已經 然後因為這個 管路這種尺寸 這種管 你要去買耐油 基本上 這邊再更換不曉得後來 我要怎麼用 因為那個尾巴要切掉 整個切掉之後 後來再看了 大概今天 先進行到這樣 再說計劃趕不上邊的話 好記得要哪 訂閱法輪雪地下教室 好吧謝謝大家 來老車無力綜合汽油精加進去 轉開 開開 油箱蓋開開 瞬間 好 蓋上 多功能一次搞定 大瓶瓶500毫 對應70公升 只有讚而已 下單影片下方 一瓶只要330 三瓶一起帶 最划算 下單為支持法輪雪謝謝 請